北約秘書長會晤日本首相 說中共正在攻擊國際秩序 習近平春天火惡 分析說遭受四重刺激 或遷移走險 胡鶯雨吊頸地點版本多 民眾說真相難力 大陸醫院同殯儀館持續爆滿 中共陷多重危機 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是2月2日星期四 歡迎收看紀元頭條外雪兒 北約秘書長斯托爾騰貝格 結束韓國止行後 1月31日訪問日本 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就區域安全和俄乎戰爭等議題進行討論 同時對中共構成的安全威脅提出警告 西托爾騰貝格表示 中共正在大力進行軍事擴張 北約和日本必須共同堅決回應 北約和日本必須共同堅決回應 北約和俄羅騰貝格 日本會獨立的NATO代表部 未來日本還計劃定期出席北約理事會議 和防長會議 加強和北約的軍事交流 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即將在2月24日 戒滿一周年的時候 俄國外交部1月30日透露 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 將會在今年春季訪問莫斯科 形容這個將是兩國議程的頭號大事 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王毅 而在2月間先行訪俄 可能是為習近平訪俄鋪路 專家認為中共現在無路可走 它的外交動作主要是尋求外部資源 來掩蓋內部種種危機 但如果習近平真的去俄羅斯 說明要正式和美國攤牌了 據俄羅斯公布援引消息來源報導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中央外事辦主任王毅 將會在2月20日訪問莫斯科 並且與俄方已定訪問議程 如果屬實 這個將是王毅擔任中央外事辦主任 之後的首次出訪 俄媒說 王毅將會討論中共領導人習近平 訪問莫斯科的相關準備工作 另據俄羅斯塔斯社報導 俄羅斯外交部1月30日消息說 習近平將會在今年春季出訪莫斯科 並且強調這將是成為 俄中兩國關係中的頭等大事 直到目前 中共外交部還未就此回應傳媒查詢 北京之春主編陳惠健1月31日對大紀元表示 中俄一直在暗中勾兌 如果王毅訪俄 就是進一步加強中俄關係 但他是不是為習近平訪問俄羅斯科路 還要觀察 因為中共經濟上不行 所以向美國求助 而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近期訪問中國也已經確定 布林肯預計這個週末將會訪問中國 外界關注美中兩國的緊張關係 是否能得到緩解 陳惠健說 習近平訪問俄羅斯的時機 要等到與布林肯會談之後 現在可能就是吹風 直指向美方施壓 但如果習近平真的去俄羅斯 說明中共要正式與美國攤牌了 台灣政治大學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 宋國誠1月31日 對大紀元表示 我認為他 即是習近平 現在是要尋求一種外部資源 來掩飾內部層出不窮的危機 宋國誠認為 中共外交上的矛盾舉措 顯示內外局面對中共相當嚴峻 他最近的表現就是末路狂奔 文化歷史學者張天亮認為 習近平近期受到四重刺激 和普京會面有可能是準備破冠破摔 即是由得他壞下去 他認為特別是1月10日 美國國會壓倒性通過成立 美中戰略競爭特別委員會 兩黨高度一致 反擊中共對美國的威脅 表明美中對決無可避免 所以習近平受了四方面的刺激 就是美國國會的特別委員會 還有麥卡錫訪問台灣 高科技的金運 然後日本 雖然沒有明確加入北約 但基本加入北約這種感覺 形成對中共的一種遏制 所以習近平眼看著自己外交空間被壓縮 那麼他前一段時間曾經一度為了挽救經濟 就做了一點在外交上緩和的姿態 就壓制了戰狼外交官們的狼性 但是民主國家現在已經不再信任中共了 那麼習近平現在可能也意識到 中共和世界的脫鉤已經是不可逆轉了 張天亮表示 習近平做什麼什麼難尾 動態清零難尾 放開封控也被人罵 戰狼外交不行 向歐美放軟身段之後 現在又要去拉攏俄羅斯 習近平的狀態似乎有點失控 可能會做出一些完全不可預測的決定 有可能破冠破摔 即是由得它壞下去 中國江西15歲高中生胡欽宇失蹤案 中共官方近日宣稱已經找到遺體 但案件疑點重重 民間質疑胡欽宇是遭人謀殺 被盜賣器官 據《紅星新聞》1月30日報道說 江西玄山高中生胡欽宇 吊頸的遺體 在金雞山一個全糧倉庫裡被發現 胡欽宇的母親李女士的家人去過現場 胡欽宇用鞋帶上吊 李女士見到兒子的時候 遺體經腐壞幾乎是鞋骨 31日紅星新聞又改稱 發現胡欽宇遺體的具體位置 在倉庫和圍牆中間的樹林裡 澎湃新聞說 是梁庫保安發現了胡欽宇的遺體 而之前 中共警方29日發布的胡欽宇 吊頸地點 在寺院中學附近的金雞山樹林裡 民眾說 我都糊塗了 屍體哪裡發現的 越來越朴朔迷離了 要真相這麼難嗎 胡欽宇去年10月14日離奇失蹤之後 當地警方宣稱 運用多種專業刑事技術設備 組織開展了四輪交叉勘查 勘查範圍不僅覆蓋校內全域 還包括全院範圍 後來給出的結論是 胡欽宇是驗鶴自行出走 大陸傳媒中國新聞週刊 三次報導說 記者從胡欽宇父親獲釋 首告人員曾經搜索過糧庫 但當時並未到達胡欽宇為體的 發現地點 還說該糧庫是國家儲備糧庫 管理嚴格 一般人是沒有法子進去的 江西民眾蔡先生表示 胡欽宇案件的黑幕人盡皆知 中共當局近日聲稱 中國大陸疫情高峰期已經過 遭到質疑 民眾上傳影片顯示 1月30日中國各省市的醫院仍然人滿為患 1月30日在上海市肺科醫院門診 等待掛號的患者濕滿了大廳 同一日在黑龍江哈爾濱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 幾個繳肺口前都排長龍 同日在四川勞州市西南醫科大學附近的醫院 到處都是人潮 當日在蘭州市的甘肅省人民醫院 大廳裡人山人海大排長龍 在黑龍江省某醫院 人潮也相當擠湧 除了醫院爆滿 各地殯儀館也出現濕湧的人潮 1月27日雲南省曲正市某殯儀館擠滿人 送葬的人排在長龍 中國近期疫情大爆發 大批中共官員密集死亡 1月21日浙江麗水市委組織部副部長吳守成 因病撤死年僅57歲 吳守成曾經是胡錦濤的兒子胡海鋒的下屬 中國新年期間一批退休中共高官密集病死 1月27日前寧波市委書記寧波市人大常委會前主任 康炳賢病逝 1月23日中共政協煙台市第九屆委員會副主席范孔章病逝 同一日病逝的 還有中共黨員 岸費省政府原副秘書長陳者香 和中共喉舌人民日報天津分社原社長趙迪 在醫院和殯儀館爆滿的同時 中國各地經濟一片蕭條 北京昔日繁華的商業街上冷冷清清 大量店鋪已經倒閉 現在是1月29日早晨 我在北京東外國的店鋪上 就是東歐門大街這邊 我帶你們看一看這條商業街的狀態 這個上面顯示商戶出售 這也是一個經驗門店 這是空著的店鋪 這也是 這家也是空著的狀態 這個國瑞城那可是富人狙擊地 居民樓下面的商業街 那是旺步 那是一副難求 可是當下的情況是 兩三百米的這條街道上 有六家商戶出售出售都空著 這就是北京二關邊上 核心地段實體店的生存現狀 中國新一輪疫情肆虐 經濟蕭條 政局變數增多 在中共3月份召開的兩會上 習近平的世界政府班子將會出爐 普林斯頓中國學社執行主席 中南中國總編陳恢德 1月30日對大紀元表示 中共現在面對的困境很多 經濟上迅速滑落 外交上被世界主流國家孤立等等 都是致命的問題 除了香港問題 還有新疆人權問題 國際對中國疫情開始時的隱瞞追責 以及病毒溯源的問題 面對種種困境 中共只能死撐 不敢往後退 一退就是落台 今天的紀元頭條就到這裡 多謝收看 守護真相永不放棄 就請大家訂閱我們的Patreon 你的支持可以幫助我們的頻道 繼續營運下去 我是雪兒 明天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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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見